在红尘中学习佛法 首先必须要授持三规五戒 居成学道 吉俗修真 居在红尘中学习佛道 首先要先清净三宝 授持三规 规一佛 规一法 规一身 并以戒法调伏至身的身口二业 殷光大师文超宗说 我们在家居士居成学道 居在红尘中学习佛道 那首先我们要清净三宝 就是先授持三规 规一佛 规一法 规一身 先授持三规五戒 先以戒法来调伏我们的身口两种页 身不杀 不道 不邪淫 口不妄于 不两舌 不恶口 不其余 首先调伏身口七支的二业 然后修学佛法当中讲的新地方 我们要有慈悲心 慈悲利益众生的心 知道众生跟我们同样都有佛性 都是贪爱生命 害怕死亡 所以我们持戒就是掌养慈悲心 众生跟我们同体 所以他喜欢活着 喜欢自己身体健康 能够好好的活下去 我们也是 我们都是相同的 修学佛法所讲的新地法门 就是告诉众生要有慈悲心 学习无缘大持 同体大悲的慈悲精神 十方新闻 黄慧如黄凯杰 南投采访报导